主席 助理教授陳柏惟博士 演講主題是 施法自然 更輕更強更任的仿生材料 各位想要嘉賓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陳柏惟博士 歡迎 謝謝 各位很榮幸可以來到這邊演講 那 今天我會從材料科學的角度來看仿生 那我從事仿生大概將近十個年 因為我有幸在San Diego 然後在那個環境裡面 我們很多跨領域的一個學習 比如說工程跟生物 而且在那邊有一個非常狂的一個San Diego Zoo 所以我在San Diego Zoo那邊有 involve一個Biofimicry的institute 所以我有很多經驗在這個所有研究以外 還有怎麼樣跟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 互動 然後 找到更多更多解決問題 一些新的想法 那我介紹一下我的研究大概 我們主要以材料科學的角度來看一些天然的材料 那了解裡面的一些奧秘 最後還是要回到怎麼樣把這些材料做出來 所以我們看了有很多跟機械性質有關 那像鮑魚的蛤 或是鯊魚的牙齒 烏嘴的盔甲 或是鳥的嘴啊 或是很輕量的羽毛 那我們最近也開始看一些跟表面特性有關 像水裡面的吸附 像剛剛 你老師講的壁虎是陸地上的吸附 我們台灣有很多高山幾流 那裡面有很多很特殊的魚類、昆蟲 怎麼樣可以在很穿急的船裡面 它能夠吸附得很好 上又不但能吸得好 還能夠在裡面移動 所以我們最近也看了很多在船裡面有吸附 那除了這裡外我們還做一些跟醫學有關的 像跟生物裡面的礦物質、生物礦化有關的 有骨頭、有些地別 那裡面的礦物質、什麼樣的海邊 那最後會講一些仿生而成的部分 那材料科學學是一個跟我們系統相關的一個領域 所以材料是無所不在 那基本上材料科學的進步就是一個原類文明 或是我們生活的這個便利的這個一個共同俱進的一個科學 所以其實這是我們的這個生活其實相關 所以我們如果看這個文明或這個歷史 最早的時候幾千萬年前 我們可以用的都是一些天然的材料 就是nature materials 比如說用一些石頭或是貝殼或是木頭 或是動物的骨頭來當工具 那開始有一些 比如開始懂得用火以後 可以用消失一些陶器 那我們把溫度提升得更高 加了一些鍛造的技術 我們可以發現銅氣、鐵器 我們越來越多的材料可以用 那到了工業革命的時候 我們開始有一個大規模的製造 所以材料開始被 還有一些機械、一些產品 大規模被製造出來 那這同時也 也產生很多問題 像是很多污染 那很多 這個材料 生活的環境被改變 那我們 其實現在 在台灣來說 我們的半導體產業或資訊科技非常發達 我們現在被用的材料非常多 功能也非常好 但是我們已經開始遇到一些瓶頸 就是說 有些半導體的元素 或是一些元素非常稀少 那價錢就非常貴 那有些關鍵的材料 如果太貴的話 就沒辦法應用普及 或是有一些污染的問題 像很多像電池 或是一些 電池設備裡面有非常 非常高的污染 那這些其實是 在永續發展上一個限制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 21世紀或未來 我們應該怎麼樣能夠 永續經營 其實就是要回到過去 就是 剛開始我們用天然材料 但我們現在不光是用天然材料 我們用的是一個 BioRespire 或是BioMectic Material 就是我們 在這幾百年 幾千年來 已經發展出很多很好的技術 像是我們有很多好的工具 比如電子顯微鏡 很好的分析設備 很好的製程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 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些存在 3.8億 存在已久的一些材料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說 我們從大自然裡面 重新去看這些存在已久的材料 那回歸自然 那希望能夠跟自然融合 就是從這個 老子的一個哲學來看就是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最後還是回到自然 那仿生學 我們廣義的來說 就是從自然來找到一些 特殊的一些 比如說結構功能 或一些行為 那希望能夠設計 或做出新的一些應用 那以材料的角度 我們看天然的材料 跟我們一般的合作材料 都不一樣 天然的材料 通常是非常有限的一些元素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礦物質 比如碳酸鈣 磷酸鈣 二氧化系 跟一些蛋白質 比如膠原蛋白 巧思蛋白 彈性蛋白 還有一些多糖類 非常有限的元素 透過一個在長溫長壓 然後自我組成 然後他們組成會非常複雜的一個多階層結構 我們叫做higher rate construction 那它的功能控制 就是multifunction 像我們的骨頭 除了可以支持我們的身體 它還有其他的功能 那其實這跟我們的材料就不一樣 那天然的材料 其實它用的材料不是最好的 因為你可以想像礦物質 像剛剛全力講的這個 碳酸鈣 卻像粉底一樣脆 那蛋白質也非常的軟 但是怎麼樣 加這個本來不是非常好的材料 呃 形成一個非常好的複合材料 那就是我們 通常蛋白質很軟 但是很熱 那礦物質非常硬但是太脆 所以他們單獨來用都不夠好 那在自然界生物材料 它通常是一個複合材料 所以它結合了軟硬 還有韌性跟強度 像是我們的骨頭 骨頭 牙齒 或是貝殼 還有鹿角 他們其實都有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機械性質 強度跟韌性 而且它重量低 而且密度低 呃 所以其實我的博士論文 就是在做這個鹿角 雖然我研究很多不同的天然材料 但是我的博士論文 在研究鹿角 為什麼這麼熱 那 就我們最近在Science 有一個review paper 就在講這個 結構跟機械性質的關聯 那怎麼樣 裡面有一些特別的strategies 怎麼樣可以應用在新的材料 把材料做得更輕更強更熱 然後我們裡面有一些例子 那我們如果從最早一些有演化的初期來看 細角 Dietoms 它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產量 它一個單細胞的一個生物 但是它可以有非常複雜的結構 你可以看到它一個細角它有很多種類 你可以在裡面找到各種各樣的一個不同的結構 還有很多特殊的規則排列的孔洞 所以這就是這樣的天然的一個工具箱 你可以在裡面可能可以找到齒輪 你可以找到一個這樣的結構 或是多孔的結構 那我們目前也有在做一些透過細角改質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多孔的一些複合材料 那蜘蛛絲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材料 它的一個強度非常強 但是它不光是強 因為如果一個蜘蛛絲都是非常強的纖維素的話 那蜘蛛絲它會從飛過去可能就會被割著兩半 那它希望能夠捕捉到 所以蜘蛛絲它吐絲的時候它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絲 一種是非常強非常剛性非常好的一個結晶的絲 然後在一個環狀的 它是一個比較非晶的一個具有延展性的絲 所以它兼具有一個強度跟韌性 所以它可以讓蜘蛛不會穿破它 而且會被抓住 那現在有很多研究在探討怎麼樣把蜘蛛絲來應用量產 可以用在比如說防濫被輕量化的負荷材料 甚至生意的材料等等 那另外一個這個研究就是在海綿的股價 它基本上是一個玻璃做的 但是它是玻璃 它是不會脆的一個天然玻璃 那裡面就是一個 有一個特殊的結構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仿生的建築 它裡面特殊的結構是有一些蛋白質 蛋白質在這個裡面呢 形成一個多層狀的洋蔥結構 所以如果一般的玻璃我們只要表面有點缺陷 稍微畫一道它就容易劈裂 那這樣的結構 我們可以看到裂縫它被這個界面阻擋 所以它的韌性是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這個玻璃纖維 海綿的纖維被折彎打結 它還不會斷 所以玻璃其實跟陶瓷最大的一個瓶頸 就是它的機械性不太差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觀念 應用在一個玻璃的提升韌性 它有很多比如說可饒式的基板 或是可彎曲的 比如說玻璃或陶瓷材料 它會有很多很多應用 那再來玻璃 這個天然的光纖 海綿它這個纖維 它也是個天然的光纖 它可以讓光環傳導 或者它有很好的機械性質 那剛剛前面也有講到這個鮑魚的 這個城 它類似這個磚化水泥的結構 它的韌性非常好 所以我通常演講 都會帶一個鮑魚 給各位測試看看能不能夠弄斷 今天不知道現在沒有帶 不過它 它基本上是一個很特殊的 我們叫做珍珠城 就裡面你看到有點亮亮的 這個珍珠光澤 它其實有很多周期性的結構 那我們就類比這個珍塊跟水泥 那它的這個厚度大概是0.5微米 非常薄的一個微米的等級 那中間水泥的部分就是有很多有機的這個 有很多有機物在調控它的性 它的溫度 所以它出一個珍塊水泥的微結構 它的韌性是一般 它原來的材料的好幾倍 所以我們有去觀察一個怎麼長的 就是我們比如有去看 但是它的這個為什麼會長這樣 生物界裡面的礦物質 就是跟一般的空子不太一樣 就是它有很多有機物在調控它的性 它的規則的成長 所以它每個周期 它會有一個有機的多孔的鍋膜附著上去 那限制的這個碳山蓋在這方向的成長 達到一個成長的結構 所以我們沒有去看這個 這個離子濃度的變化 它基本上是跟它成長有關的 那至於它的這個韌性的提升 我們有發現很多韌化的提升韌性的方法 巨端來看 它有很多周期性的一個 像素的連輪這樣的一個沉重結構 它可以讓裂縫折彎 或是一個在微米尺度一個交錯的界面 那在奈米尺度我們看 每一個這個磚塊 它不是一個平整的表面 它表面有很多奈米的一個粗糙度 所以它提升了那個摩擦力 不容易滑移 那它也有很多有機質 它可能是一個膠面 那有一部分它可能會 形成一個連續的一個間結 所以必須要打破一個間結 才能夠破壞 所以它是一個多層次的一個 提升強度的一個方法 那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貝類就是鳳螺 它是另外一個不同的結構 它是多階層的層狀結構 你可以看到它有聚光 外面中間跟裡面的層狀 然後每一個層裡面還有層 所以總共有大概一二三 總共好幾個level 那最特別的是它這個V字形對稱的這種沉重結構 我們在一些古老的建築物裡面也看到 它有這種類似的排列 那這樣好處除了這個裂縫的折彎提升的熱氣不外 它還可以在一個壓應力的狀況下 它做一個相變化 所以它不會有聚光的破裂 所以像我們在台灣有很多地震 或是有一些 怎麼樣設計更好的材料 能夠抵抗這種天然的災害 其實可以從自然界去學習 那我們剛剛講到的地震性 那回到一個 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 跟飛行有關 飛行本身就是一個仿生的過程 那這個其實從一個想法到實現金 目前已經我們有很多不同各種各樣的飛機 但是還是有很多可以改進的空間 所以這個我們在研究這個Tucan就是聚水鳥的一個水 怎麼樣 你看那個聚水鳥的水這麼大 那它其實是非常輕 它的重量是有身體的 體重的二十分之一 那長度是三分之一 那怎麼樣做一個很輕的材料 就是我們要適時的減料 就是常常講說我們要 有一些不要偷工減料 但是我們 另外一個strategy就是 怎麼樣能夠減料但不偷工 就是我們用更小的材料 然後達到一樣的強度 所以它中間是完全中空的 那外面是一個 外殼包覆著這個多孔的骨頭 那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有一個封閉式的強勢 就是它有很多支架 它有一些薄膜包覆 所以就像我們的雨場後帳篷 它如果支架斷了 它的結構不會整個坍塌 它可能有點變形 但是你必須要把這個薄膜 弄破才能夠摧毀這個結構 所以這裡面我們可以 應用在很多清淡化的設計 比如建築啊 汽車或航太 那我們有做一些模擬 如果裡面沒有這個多孔的填充 像吸管這樣很容易折彎發口 那如果只是一個海綿的話 很容易被壓 那如果把一個吸管跟海綿 或是一個外殼跟裡面結合在一起 有一個1加1大於2的 synergistic effect 所以它就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材料 那剛剛有講到骨頭 我們看一些鳥類的骨頭 它其實跟一般的動物的骨頭不太一樣 它的臂很薄 然後它中間又一部分 非常小的部分關鍵的地方 它有一些纖維支撐住 這怎麼樣用最小的材料 達到輕量化 就是我們台灣有很多 像是自行車做得非常好 或是一些輕量化的設計 可以從鳥的骨頭來學習 像頭骨不受力 它可能會非常空 非常鬆散的一個結構 但是它用的材料就很不少 那鳥類的羽毛其實是一個很特殊 除了它的顏色 剛提到的結構性的顏色以外 它裡面有很多孔洞結構 那我這邊講說骨也有洞 因為它洞裡面還有洞 它是一個有許多非常奈米的纖維 所作成的一個孔洞狀結構 它可以大幅降低它的一個重量 但是又兼具它的進階性質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是好處的刺 它用來防禦 所以必須要能夠抗折完 不然它就會被壓扁 所以它裡面一樣是有很多 多孔材料的充填 還有一些鍋膜的來保護 或是一些熱帶地區的食物 它可以長得非常高 但是它不會垂下來 它其實就是裡面有一些 多階層的孔洞結構 所以除了輕量化 甚至從Airbus的一個 目前的一些想法 就是它們現在一些仿生的設計 可能從表面 有自我清潔 或是飛行的模式 或是仿下於表面的低層抗的設計 甚至它的一些可以移動的 一些movable parts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貓頭鷹的飛行 它是一個無聲的 就是它在網上出來 捕捉的時候 它幾乎是沒有聲音 那怎麼樣降低這個飛機的照音 或是一些無人的飛機 怎麼樣完全沒有聲音 可以從貓頭鷹的羽毛學習 或是這邊是老鷹的一個滑翔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在做的這個烏賊古板 那烏賊就是我們說花枝 那其實它裡面是有一個古板 所以通常我們在吃的時候 已經看不到這個古板 那這個古板 它用來調控它的除塵 那有點像是我們一個 它有很多孔洞 但是它又必須 必須能夠夠強 它才能夠不會被摧毀 所以它也是碳上蓋素的 但是它有很多特殊的結構 所以它的功能 除了調控俗力 還要承受水壓 所以還有一些動物會攻擊它 所以它要夠夠強 所以我們就來看這個多層結構 它有很多很多像樓層啊 牆壁的結構 一層一層的這樣掌上來 那中間有一些薄膜 所以這些薄膜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些 能夠讓它抵抗這個水壓的一個關鍵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一層一層的 然後中間有一個披冷 就是這個牆面 然後中間有一些有機的一個薄膜 那我們去做一些去壓它 然後用這個電腦斷層掃描去看 基本上它受壓力的時候 它不會整個垮下來 你想想看它是一個用粉底 這個碳酸在做的一個材料 非常空 但是它的機械性質非常好 所以它如果垮下來 它是一層一層這樣 不會一個很粉碎性的一個破裂 OK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多孔材料 那我們最後從材料的角度來看 其實天然的材料最重要的是 它一個有限的元素透過增長 所以它跟環境有一個對話 就是要適應環境 所以每一個動物植物長都不太一樣 那一個工合成的材料其實它用製造的方法 所以通常我們在選擇材料的時候 就決定它的功能 所以沒有自我修復的能力 所以其實我們要怎麼樣能夠 從自然界學 這邊其實這兩個領域其實還有很大的一個 一個gap OK 所以我們在實驗室有試著做一些 鍍膜的方法 就是怎麼樣把剛剛看到鮑魚和的這個結構 做出來 我們用鍍膜的方法 鍍一些陶瓷跟這個高分子的膜 所以我們可以做出跟鮑魚 鮑魚殼的這個分組成一樣的 這個有機無機的多層結構 提升它的韌性 那再來我們目前也有在用的冷凍鑄造法 就來做一些多層的結構 或是這個類似磚塊水泥這種結構 所以用的材料其實都是非常便宜 而且非常 本身不是很強的材料 但是我們透過結構的設計 還有這個有機5G的介面的設計 我們提升它的韌性 OK 所以它的機械性質是非常好 比它原來的材料 原來的是氧化女跟PMA 要好上好幾個歐盾 所以我們其實最後我們講的就是材料 我們希望從仿生的角度來看 怎麼樣把目前材料的性質做一個提升 以前我們都是希望找到最好的材料 做最好的應用 現在我們開始想的是用最 自然界廣泛有的這個 輕量元素或是環磅的材料 透過結構的設計或是仿生的設計 來拔到更好的功能 那我們今天這個時間有限 我講的比較多 跟機械性質有關的一個仿生材料 那當然還有一些是跟表面性質 比如說吸附、清出水素、清結抗菌等等 還有一些光學性質 像結構性的顏色啊 或是光電元件 或是跟能源有關 怎麼樣節能 或是產生能源 或是跟生物相容 或是自我修復 跟生衣材料 生衣材料有關的 那我想這個領域是非常多可能性的 回到這一句話 就是我們最後還是要 從事實上進學習 那希望做出來的材料、產品 是跟自然相容 是一個永續經營的 那最後 就有打個廣告 就我今年7月出版了這本書 Biological Cometary Science 它裡面包括了貼改的材料 仿生的材料跟生衣材料 它第一本就是結合這些領域的一個教科書 在Pen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就這項出版的出版 那我們之前有出版了幾個review paper 在探討這個領域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們有這幾個重要的一些 publication 那我如果有一些更多的訊息 或是想要跟我聯絡的話 再透過email或是 參考我們的網站 OK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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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在緊接著呢 我們好像要進行的是專題討論 我們要特別邀請到業界已經擁有多年 謝謝